是用岳西形联坐的 根本代已与街上移繳 能不一合首 更 deinen爱 必须缓导 是国家的 是中国一名 一次، economy 您的chance 郭坚 出生在1942年1月8号 要按我们中国的历法来说 它就应该是属蛇的 因为是蛇年的冬季 它写所有的力量在宇宙 所以神必死 我会写写了 我会写写了 什么 什么 时间 时间 Time What is the nature of time? Will it ever come to an end? Can we go back in time? Someday these answers may seem as obvious to us as the earth orbiting the sun Or perhaps as ridiculous as the tower of tortoises Only time Whatever that may be Will tell 他去世呢是前不久 也就是2018年的3月14号 也就是今年 那么现在呢还没出3月 那么霍金呢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伟大的 影响人类社会的这么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我认为从风水气场上和风水理论上来讲 有他的道理 首先在霍金的母亲怀孕的时候 即将临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赶上 纳粹德国的这个飞机啊轰炸伦敦 这个时候呢 呃 这个房子周围啊 经常落下炸弹 人们呢非常惊恐 有一天呢 他的母亲快要临产了 那么呢 突然间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了 只见这个碎玻璃片啊 砰了一下 就是飞溅在这个墙壁上 霍金的母亲十分惊恐 刚才呢是他的霍金的母亲呢 在访谈中呢 谈到了她即将临产的时候 受到的这次轰炸的这种惊吓 和当时的风水气场 我认为呢霍金的身体状况 他的身体疾病 就跟这次他快要出生的之前的 这次轰炸有关 这个可不是人人都遇见的 虽然说在霍金出生的那一天 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婴儿在出生 但是呢遭到这样轰炸的应该是 而且是玻璃四溅到墙上 应该只有霍金他们一个人 就是这个霍金 他为什么会毕生的精力和时间 他会研究宇宙和这个黑洞 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他的兴趣怎么就一直在探索宇宙的奥秘 这个跟他母亲怀他的时候 即将临产的时候又有关系 这里边特别有意思 他母亲在这个即将临产之前呢 闲来无事等于是买了一本天文图集 大家听好了啊天文图集 我从风水理论上讲和命理学的角度讲啊 正是因为霍金的母亲即将临产之前 他每天都在阅读和观看这个天文图集 所以说呢给他府中的胎儿霍金 以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我从玄学的角度讲 所以说以后的霍金 他毕生的时间都在钻研这个宇宙的奥秘和黑洞 我记得了一天 我记得了一天 不过不过两个车轮转的石头 我联络过一路路线 全光的光光是左上没有轮轮 但它是一样完全陽光 就能看到细着的光光 我们都把我们穿在雪上 看过过程度的红枪 所以说就是这些经历 给了霍金仪很大的启蒙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 在他还是幼童 那么幼小的幼童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这个宇宙天体 宇宙星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这个巨大的兴趣 一直伴随了他一生 想想看 一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 他就开始吸取 间接的吸取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了 那么他刚一出生没多久 在他还是幼童的时候 家里人又天天带着他 观测天上的星空 所以说我从玄学上讲 恰恰是这个独特的经历 导致了霍金的这个 以后的他所毕生为之现身的 这么宇宙学的探索 通过这个霍金的字述 他呢 也有一个这个疑问 跟我研究多年的这个命理学术呢 不谋而合 他也有这样的这种一个疑问 就是说跟我同时出生的人 是不是跟我同样的命运 我们叫六童时间 什么叫六童呢 就是年月日时分秒 那么就说同时出生的人 命运 人生命运 是不是这个不一样 咱们呢 现在且不说六童 先说这个四童啊 就是年月日时 这个年月日时 同时出生的人啊 比如说这里边的最好的一个研究课题 就是双胞胎 我呢 曾经呢 研究过一些双胞胎的命运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双胞胎的人生的曲线 基本上差不多 什么叫曲线呢 比如说这个命运好的时候同时好 坏的时候同时坏 遇到各种各样的大的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不会在同一天结婚 也不会在同一天这个什么生子 甚至不会在同一天去世 Shortly after my 21st birthday I went into hospital for tests They took a muscle sample from my arm Stuck electrodes into me And injected some radio opaque fluid into my spine And watched it going up and down with x-rays As they tilted the bed I was diagnosed as having ALS Amy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Or motor neuron disease As it is also known The doctors could offer no cure And gave me two and a half years To live At first There did not seem much point In working at my research Because I didn't expect to live long enough To finish my PhD However As time went by The disease seemed to slow down I began to understand general relativity And make progress with my work My dreams at that time were rather disturbed Before my condition had been diagnosed I had been very bored with life There had not seemed to be anything worth doing But shortly after I came out of hospital I dreamt that I was going to be executed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worthwhile things I could do If I were reprieved If I were reprieved If I were reprieved It was a matter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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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example 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命运 会出现不同的事情 而同一个时间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空间 又会产生不同的人和事 那么中国古人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 就已经在研究时间和空间 也就是时空关系 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的风水家 研究的时空 因为没有代数 没有数学公式来表达 所以说呢 被人视为这个 封建迷信 当然这个词汇 现在慢慢的没有人提了 而这个霍金先生呢 他研究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也就是宇宙论啊 黑洞啊 等等 时间倒流啊 回到未来啊 因为霍金很喜欢 他最向往的 也是最渴望的 就是去到未来 其实呢 中国的这个风水学术和命理学术呢 几千年来一直在探讨 过去 现在 何未来 霍金呢 他研究的领域 是科学 那我研究的领域呢 因为科学解释不了 所以说呢 它属于玄学的范围 玄学就是什么呢 从字面上讲 就是这个玄妙 而不可知的 学问 就是玄学 如果我们发生了 我们在宇宙的世界上 如果我们找到答案 我们找到这些答案 我们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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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金探索的课题 是宇宙的起源和时间的开始 等等等等 那么其实呢 早在2500年之前的中国古代 老子在这个道德经中 就已经描述了宇宙的起源 和这位现代的大科学家不同的是呢 哲人老子仅仅只用了一个字 来表示霍金关于宇宙之史和时间之史的概念 这个中国字就是道 至于霍金所研究的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理论 中国古人早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用一张无比无比简单的图 太极图来表达了 太极八卦图其实就是涵盖了物理学中所说的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理论的一个时空模型图 这张图 这张图在全人类从古到今 只有中国人有 他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将宇宙的这个起始 时间的起始浓缩在这张图中了 现在用哈勃天文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的一些这个自然现象 跟我们古人的太极图 是无比的无比的契合 无比的无比的相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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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